好 接下来第八个单字叫 Colina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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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linary这个字呢 形容词是烹饪的 跟煮饭有关的 厨房的 好 怎么记它 来 各位记这个Col 有没有发现 谐音字哦 它的音 这个Col这个音呢 跟我们的烤字一样耶 好 再来哦 In In很简单 In就是在里面 对不对 再来 Ary Ary这个字可以当形容词字尾 也可以当名词字尾 现在这个字是当名词使用哦 Ary这个字 Ary名词字尾是指场所 它是一个场所 一个地点 好 现在我们把三个字合在一起 Colinary Col是烤 In是在里面 Ary是场所 一个能够提供你在里面烤东西的场所 一个能够提供你在里面烤东西的场所 好的 能够在里面烤东西的场所 就叫厨房 好 各位 Colinary这个字可以当名词使用 就是厨房 当作形容词使用就是厨房的 厨房的烹饪的 好 所以Colinary这个字啊有名词的用法哦 它可以当名词叫厨房 那我们这一刻呢它是当形容词用叫厨房的 好 所以留意这个Col Col的意思 Colinary 好 那这个Col呢 它的音跟这个Col是由差而来的 这个Col C-U-L跟这个C-U-I-S 透过英文的语音转换 Col C-U-S 它们呢在英文当中 它们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系 它们是同一个字员 同一个字员 所以它们都是跟厨房有关 这个C-U-I-S也是有厨房的意思 跟烹调的意思叫Quiz 好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字跟 这个Quiz这个字抓出来 这个厨房亨条抓出来 它可以变成亨条 后面再加上in 就是Cuisine 当你在里面亨条 Cuisine能够在里面亨条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美食咯 Cuisine这个字我们在前面有学到 各位可以帮自己写上去 这个C-U-I-S跟这个C-U-L 它们其实都有厨房的意思哦 烘烤的意思 所以Cuisine 如果把这个C-U-I-S搭配in 就在里面烹调 那就是烹调 在里面烹调出来的东西就叫美食 所以美食就叫Cuisine Cuisine 字尾再加上一个e Cuisine 好 那什么叫做Culinary呢 来Culinary就像这样 各位你看厨房当中这些戴白色高帽的人 他们在做一些烹调的动作 厨房的东西 厨房的东西 厨房东西叫Culinary 那我们看例句 The Michelin's two-star restaurant As famous for as Shape's great culinary skills 好 米其林的两星餐厅是主词 The Michelin Michelin two-star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two-star 是形容词叫两颗星的 two-star翻译成两颗星的 restaurant叫做餐厅 好 所以这个米其林 它的两颗星的餐厅呢 这里有两颗星米其林的这个餐厅呢 餐厅是主词单数动词也用单数 有看到哈 好 所以 The Michelin's two-star restaurant 好 这个有两颗星米其林的餐厅呢 它是非常的 is famous 它很famous famous是国中单字就有名的 是非常的famous有名的哦 它很有名for 因为什么事 来这个for翻译成因为 这个for翻译成因为 它是介细词哦 所以比famous for就变成了一个片语 画起来 比famous for翻译成因为什么事情而文明 for翻译成因为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 famous而有名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两星的餐厅 它是因为它的the shape 这个shave这个是厨师主厨 因为它里面的主厨的这个EPS是所有的 它主厨那个great很棒的 cullinary这个餐厅里头的skill 餐厅里头的skill skill是技巧 好 餐厅里头的叫colonary 再让你里面可以烘烤的场所叫colonary 能够让你在里面烘烤的场所就是厨房的skill技巧 因为它的厨房技巧很高超 所以famous 因为这样而文明 好 接下来看到第九个单字叫diet diet diet diet这个字呢 名词是饮食 节食 饮食的习惯也可以是你要节食要变瘦 好 那各位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是要balance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b b-a-l-a-n-c-e-d 这个字叫balance balance 是平衡均衡 那什么叫diet 饮食